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寻找BNO 组家移民的故事》节目系列 今次有我许流山 做我们的新西兰 易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部》 还有《西兰器》 也需要大家的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一下节目 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BNO Girl 已经去了英国 有些说到自己半年已经落地生根 又很想念英国的家 回到香港最多都是能够快事等等 甚至乎有些因为出席过一些在英国香港人搞的集会 又怕自己黄了 又怕回到香港会逮捕他 甚至乎有些说到自己走难 又向香港说不 但是他们始终不是个人都像罗冠聪 断了六亲 没错了 如果不能像罗冠聪那么绝情的话 始终香港里面也有些事情要去帮忙处理一下 有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呢 挺有趣的 现在竟然有些人提出这些服务 希望可以服务下这些越来越多的疑英港人 是这样的 他们说 你们总有一些事情需要在香港处理 而你又找不到人即时帮忙 就说 我们这间Do it for you 专门就是专注为移民的你 当然不一定是英国的 不过我看他就放在一些B&O Girls围绕的圈里 就在推卖这些生意了 挺有趣的 就是代办和处理香港的事务 那么好? 好的 究竟行不行 或者怎么收费呢 我和台阳都可以试试 我可以 问一下 不不不 问一下 查询一下 收多少钱 他说 令你身在海外 安心又放心完成香港的任务 全程保密有交代 WhatsApp同步跟进 哇 撞你的鬼 你说到这样我更加不信 什么事啊 是不是行不行啊 不用了 如果跟台阳来说 那个时差也算是好一点 现在就四个小时 如果不是呢 加拿大那些 我们半夜三更 怎样同步呢 请问一下 吵架啊 不是吵架啊 对啊 服务当中 完成了那些 给你有些资料看看 有照片就有真相 对啊 他现在暂时的服务有些什么呢 可以拿来一起讨论一下 我们今天轻轻松松说一下 他就说 为移民客人代办香港事务 例子包括第一样探访老人家 这样啊 这个我觉得就算不算叫做OK 探访老人家 好过没有 始终也不是自己的子女啊 或者是一个孙子啊 还是怎样的嘛 这个是肯定的 一个陌生人来探讨你 对不对 就算你是父母 老人家也好 从一个老人家的角度 有一个陌生人来探讨我 你是谁来的 可能都会有些戒心 对不对 对 始终不同的 可能想见一下孙子 可不可以印回家人的样子 接着探在面上 接着眼睛把孔剪出来的 行不行 不是探 那时候 可以不可以 郑文杰那些 好像过山那样 我们都是郑文杰 哦 这样 随着头 印郑文杰的样子 耳朵就做个橡筋 固着 这个就是第一个服务 第二个就是心理辅导 这个挺有趣的 辅导 假设留在香港的人 很多不同的情况 那你有什么能力 能够叫做心理辅导得到 如果你心理辅导不了的话 可能他更糟糕的 是吧 是啊 很可能 因为有些人打他 给少年A的朋友 殯儀B仔 有些说到家人走了 打到他的时候 很伤心 又说是否黄泉健 不如我们一起唱一首歌好吗 记住不是殯儀B仔跟他说 不是看出 他说唱歌吗 你想唱什么歌 不如我们一起唱明天会更好 对人说 你半夜三更打你跟我说 要唱明天会更好 明天会更好 否则明天会更好 明天会更好 aun verk 是有記念的 我唱了 你弄錯了 是呀 你唱了另一首 我不知道 唱了另一首就古怪怪 你不懂唱 你不懂唱我死給你看 心理輔導不是胡亂做的 你最好有些專業人士 你不是說聊聊天 就叫我心理輔導 是呀 那就轉介 這些古怪了 陪家人看醫生 這樣也是一個服務 不過是的 如果客戶對象 行動不方便 或者需要人參乎 我想也可以做的 陪家人看醫生 這樣嗎 但是我這樣看 如果我是長者老人家 自己的子女 移民到外國 然後只派一個陌生人過來 陪你去看醫生 我也有點戒心黃 這樣啊 是誰來的 怎樣收費呢 收費嗎 看醫生 因為這一下子 可大可少 你看去哪裏看醫生 陪我去鄰街證 這樣就糟糕了 鄰很久 鄰到半天 鄰的時候 如果老人家 又要跟你聊天 那你就當是心理輔導 還是聊天 那你就收兩項錢 分分鐘搞到他自己要被人輔導 因為很悶 可能會不會這樣 是啊 那些老人家說說說說 又不知道說到哪裏 還是怎樣 日本人侵話 打到來 還是廣州去哪裏 那些 什麼俄內志 哪裏哪裏 很多東西 那些工作 那些工作 又是可大可少 我也在想 很有趣 這個更好 陪家人到香港景點觀光 或者辦事 挺有趣的 陪家人去觀光 搬遊 似是吧 又是 不同景點 又是不同收費 斷工作計 因為是這樣的 我們舉個例子 你說陪老人家去Mplus 看展覽術品 展覽術品 那究竟 你是要包那個人 陪你家人去的入場費 還是怎樣 應該都要包 應該要包 還有那個地方 就有冷氣去量 舒服一點 就要走你走去 但是 如果陪你的家人 去到 不要補蓮子那麼遠 去到黃大仙 又香火頂盛 然後 都一起拜的了 不要做得好一點 跪下 幫我手 然後那個老人家 摘了聖杯 摘了聖杯 摘了 我老人家 摘不了腰 我兒子的 你陪我的 快點 給你錢 這麼慢 這麼慢 因為很多突發的東西 在裡面 然後 突然間加插一個景點 就是 我們要求完簽之後 就是陪他 黃大仙 求完簽要解簽 對 要陪他解簽 突然間 如果那時候 你兒子說不包 那你馬上 跑掉了 是不是 立即叫兒子 講假 他找笨 你媽媽 說要陪他解簽 現在什麼環境 要加錢 你看看 很多人 那 加些少錢 幾千 一千元 嘩一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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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過去搶 哈哈 那給不給 不給我們就丟下 那就算了 那 那就促給了 是啊 那怎麼辦 嘩 真是慘 那這裡 我不知道還有什麼辦事 如果 遇到一個較為百艷的客戶 她不是去黃大仙求簽 她去迪士尼樂園玩過山車 那怎麼辦 嘩 這樣就慘了 這個 玩他們什麼 真的很貴 天價 然後這個也簡單一點 代辦各項文件的手作 這個容易 這個也OK的 客方面沒有什麼說 就是拜山掃墓 就可以幫忙做這些 這些之前也有的 這些有代客掃墓 有這樣的服務 是的 有沒有人會這樣做呢 我不知道 代客掃墓 有沒有人有這樣的需要 實際上 我也不知道 以前有個阿太 好像開了一間公司 有幫移民客 搞掃墓 那些 那些燒肉雞 拜完之後 是不是他們自己吃回來 自己吃回來 還放在那裡 拜完 他們很久吃 那些員工 只是家裡 到時候那段時間 每個星期六 都有加菜 燒肉 全部都有煙燻味 這樣 更棒 風味絕佳 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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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趣 送禮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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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的 送禮送花 用於找他幫忙嗎 我也不明白 真的 你送貨的人 就當作送禮 如果我自己 隔離這麼遠 台灣有時候 有時候朋友 想送禮物給他 送花 我就可以 網上訂購 亦都可以網上 有信用卡 付錢 如果你選擇 送禮 其實你找一些 網上的店舖 送過去 其實都可以 甚至乎 蛋糕 都可以送到過去 噢 不用找你嗎 還叫你去哪裡 給我去美心 不用啊 真的嗎 給我結合個蛋糕 拿個蛋糕 就是那些Hello Kitty蛋糕 然後拿去哪裡 送給誰 這個就少一點 就是無謂 我不如找回那間店 要不然可以追 對呀 我就說 送花都可以 其實找回花店 基本上都可以 老實說 還要Whatsapp 全程交代 一會兒送花 送遲了 那你怎麼交代 對呀 我問你的 你又問回那間店 接著那間店回覆了你 你就回覆了我 大家不如不去煩 我直接找一間花店 就算了 不過通常這些花店 都是掉漏的 尤其是情人節那些 你人多就是這樣 是的 很難避免的 沒錯 情人節一定出事 起碼 一定多掉漏 對 起碼過幾宗 所以一定要小心 你預早預約 即是比你本身打算的時間 即是比你打算送的時間 你打算三點鐘 那位女士會收到 你就要可能 預約的時間 你就要問你幾點 大概幾點送到 那你可能就要說 一點 兩點 下午 這個更有趣 接著這個就叫做 照顧寵物 照顧寵物 怎麼照顧 怎麼照顧呢 寵物在家裡 比如鑰匙你自己進屋 自己幫我解決 幫我餵狗 那隻狗 那隻狗 就躺在 有些村屋 有些人士 住村屋 有一個 地下 有一個 大花園 那隻狗就躲在那裡 還可以 進入得到 私人地方 但如果你在屋內裡 你要 首先給它一條鑰匙 才行 對吧 然後幫你餵狗 即是在英國那裡 人都照顧不了 有段時間 自己做最低工資 做到那隻狗 那 他要照顧寵物 真的很好笑 你想想一下 自己做到那隻狗 再回到家裡 看到那隻狗 你會有什麼感覺 跟女生 跟病相戀 我覺得那些BNO女士 會幫那隻狗 搞回流 回流香港 因為牠們狗狗 又不怕暴政 貓貓狗狗 不怕暴政 牠們不會受到 港區國安法 即牠們不會分裂國家 所以不會拘捕牠們 所以先帶牠們回香港 即叫牠們回流 然後找公司幫牠照顧 照顧牠們八年歸老 有空拍照給我看 這個可能可以想一下 寵物回流潮 遲些會不會有 寵物 之後還有代購和郵寄物品 這些我看牠們 用鬼嗎 這個 有些會 有些會 有些會嗎 香港有些什麼不會寄出來 香港有些什麼特別需要 在香港賣 我又想問一下 大部分都是第一 內地生產 第二或者其他國家生產 有些什麼需要 由香港代購 我也不明白有什麼特產 不知道 可能淘寶 叫你在香港幫牠淘寶 那些 那些是寄過英國 我不知道它寄什麼 油寄物品 這個挺有趣 最後這個厲害 這個正 出席或者舉辦活動 代客出席也有 這個挺有趣的 對 姨媽姑都是六十大寿 代客出席 幫你喝一頓 是啊 如果有個老友 但是自己不能回來做鄧川石 可不可以幫忙代替鄧川石 代替鄧川石 代替鄧川石 出席這個活動 有利是鬥 但是可能要被人租質的 做鄧川石 沒有問題 對 加錢也可以 對 你不知道到時候有些什麼 那些什麼姐妹團要收開門禮事 這些開門禮事當然主人家要準備好 怎樣算 如果你幫我做一天鄧川石 那這裏多少錢 去喝那裏 很難算 很難 我都不懂計算 收多少錢 五千 早一天 五千這麼貴 當都收到的禮事又怎樣 當都收到的禮事 要自己代替 中間收禮事也好 收什麼都好 這個又一件事 當中給你 到時候那些姐妹團很棒的 這個減一點可以嗎 可以嗎 是不是這樣 我看過才知道 到時候看過先 減一點 所以很複雜 所以說 如果有什麼需要 就跟他們慢慢聊 聊一下 那些 等我拿另一個電話 那些太空卡 跟他們玩玩 我覺得浪費氣 哪裏有人需要這些服務才可以 幫忙探訪老人家 還有講心理輔導 心理輔導 你找很多不同的自然機構 都可以 小鬼找你嗎 至於陪家人觀光辦事 陪家人觀光嗎 這個真是可大可小的 老人家 你觀光起上來 可能很長時間 也可能很短時間 至於看醫生 你看醫生 好像剛才我們所說的 輪階症的 隨時我輪成日 那你就坐在這裏 真的可以 陪足成日 這個我很大的疑問 很多事情 根本都是 很難計 對 例如急症室 那些是可長可短的 對吧 要等二十多小時 怎麼辦 糟了 你坐在這裏等 是啊 因為大吉利是 有個老人家 要進去手術室開刀 不知道什麼時候 要等到他出來 然後 麻醉又未過 他說要把她的姑姑拿鴨仔給他 那他說 喂 你家人說要拿鴨仔給他 是不是 拿來吧 不行 要加錢 拿鴨仔又要加錢 那些事情 到時候肉隨針板上 給又不是 不給又不是 拿鴨仔兜頭臨 哎呀 整身都倒死了 哈哈 這麼大劑 這樣很難搞 這些服務 算了 這些香港人 即是引號那一隻 又柯國又行 又走數 又怕你做不好 這樣 無謂拿著那些中間的家人來搞 那好吧 我們今節說到尿聲 今天大家覺得這一番有沒有相機 不妨留言說一下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